歡迎收看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我仍然來到了台北的東區 然後我今天要帶大家去吃一個很特別的餐點 一個火鍋 然後它的店名叫做哈 一個叫做哈的一個火鍋 然後它主要裡面的湯底聽說是用蛤蟆 非常多又大顆的蛤蟆去弄出來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海鮮可以吃 像是比如說龍蝦之類的東西 然後今天想說趁這個機會 就跟他們訂了一個包廂 順便來補貨一下我的父親姐 就是等一下倫爸 倫媽 倫哥 他們都會來 然後它的店位於市民大道跟 敦化南北路的交叉口這邊 好 那我們現在就跟著我一起出發吧 OK 我們到了就在這裡喔 然後它的裝潢就是像這樣滿有趣的 哈 OK 我們進去看看吧 OK 我們這次做包廂 看起來超豪華的有沒有 對 這個是倫爸倫輪嗎 嗨 我沒有來過這麼高級的火鍋店吃 而且為什麼我會說它高級呢 各位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圓桌有沒有 有沒有 但是 會轉的圓桌大家有看過嗎 它現在在自動轉 就是這已經是 不是回轉手勢 就是回轉火鍋 OK 各位 這是這個傳說中的蛤蜊 還在冒乾冰耶 看起來超高級的 好 然後像他們這間店呢 其實也有外面 就是你可以坐在外面的小火鍋類型 然後但是我們今天來的是點他們的包廂 然後他們有很多種不同等級的這種包廂的Menu 然後我們這一次所點的就是這一個 片鴨兩吃豪華海鮮套餐 對 感覺滿期待他們夾上來的 好 下蛤蜊 那個蛤蜊剛開就可以趕快夾起來 剛開是比較飽滿的 滿滿的蛤蜊啊 哎呀 球啦 再見 蔥雞飯 很可愛喔 來試吃看看囉 いただきます 它的叉燒上面有一層糖 然後再配上它旁邊那個檸檬切片 酸中帶甜 彼此初戀的滋味 酸彎甜品 然後他們的包廂呢 有這個很完善的桌邊服務 非常貼心喔 接下來吃它這個剛剛的拌的飯 好吃 這個聽說是它們用這個蛤蜊還有就是加了一些東西去熬煮出來的 鹹筋之類的 很鮮 它們蛤蜊肉很飽滿 然後咬下去它那個湯就會 這樣出來的感覺 很鮮耶 阿蜊湯 它有加一些蒜頭之類的味道 所以這個湯喝起來滿夠味的 配上它這個蛤蜊 超幸福 然後這個是它們另外一鍋那個雞湯 它裡面也有蛤蜊 然後聞起來的味道很濃耶 它那火腿的味道有出來 吃起來有那種膠質的感覺 精華火腿 港式蘿蔔糕 嗯 嗯 好吃 哇 它焦麻味好香喔 海鮮蘿蔔 有龍蝦 還有各種干貝 還有蝦子跟魚咖 天啊 太豪華了吧 很豪華喔 嗯 很豪華 人媽也非常的有興趣 我可以這個是安德斯五股牛小排 跟板劍牛跟牛胸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焦麻醬 焦麻醬 然後他們上面這邊每天八點半會有一個這個 麻醬冰果遊戲 對 我們等一下可以玩玩看喔 YA 我們要來玩冰果了 有隻鴨 有隻鴨 各位 像這個鴨 一鴨二吃是只有在包廂才有辦法吃得到的 算是滿難免得吃一個機會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也可以考慮試試看喔 我看他這個鴨 來 平派一樣他也會代表上來幫我抽一張喔 稍微一下 來 帥哥聽好 來 大哥貴姓住哪邊 幾歲 不是 二隻啦 對不對 那那個請你拚什麼 我們聽什麼來的 拚二桶 拚二桶對不對 好啦 我也讓你抽一張好不好 來 看你們的機會 最後一張 來 多了不知道什麼 我哪裡去了 變四萬喔 四萬 第十六章是四萬喔 沒關係 沒錯 沒關係 我們既然沒有人中獎 我們遊戲繼續 新生氣讓他已經恭喜 漂亮喔 我們直接恭喜喔 有人直接自摸這東西金的蛤蜊喔 讓他們鼓掌一下 謝謝 然後它這邊還有像是這種 凍檸茶啊 絲襪奶茶之類的東西可以喝 非常的不錯 喝凍檸茶呢 一定要把檸檬呢 把它稍微的搗碎 這是它剛剛片下來的烤鴨 油油的脆脆的很好吃 皮超酥 再來吃它的這個牛肉 好吃 它這干貝超大的 生食等級 然後我們剛剛再火鍋稍微燙了一下 它肉好厚喔 吃起來超爽 很鮮 我最喜歡吃干貝 好軟 好嫩喔 剛有下去就要吃得很嫩 媽媽也搬雞 好大塊喔 有沒有喔 電視上的感覺 對啊 龍蝦 半隻龍蝦 桌邊服務還附帶帶小孩 太貼心了… 大家有小朋友來記得一定要來 對啊 今天我最期待的就是這個 蝦 龍蝦 超過癮的 超過癮的 烤鴨一兩吃的 椒鹽鴨壞耶 它肉還是很多耶 夠味嘛 好吃 然後甜點啊 好寬喔 但是他們說最後還有流沙包 我們等一下看看長什麼樣子 看看就好了… 最後的甜點 大諾絲流沙包 子冰流沙包… OK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流沙包 它真的會 會流沙 有看到奶紅的部分嗎 還是得吃 好吃 OK 我們吃完啦 真的吃不完 所以我們打包了兩大袋 三袋 我們這些是打包的 要帶回去的 真的吃不完 好飽… 而且這間的店它裡面 那一部真的是非常的有味道 對 然後裝潢什麼還有氣氛 都非常的棒 而且它的東西說實在的呢 真的滿好吃的 而且是那種就包廂還吃得到烤鴨 那吃下去真的是驚為天然 就是路上可以買得到烤鴨 然後味道完全不一樣 真的 好 那我們就先出去吧 對 我真的覺得這間店呢 整體來講呢 非常非常的不錯 而且很推薦大家也來吃吃看 然後我們這是 因為我們是點包廂 然後是那種比較豪華的Course 所以說我們的價格也是比較 比較貴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呢 以我們吃飯的氣氛 還有它的料理新鮮度跟好吃度來講 我覺得是OK的 而且因為我們又有一個完整的包廂 不用怕被別人打擾 我覺得這一點也是很不錯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這個需求的呢 我來這邊也可以推薦給大家囉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這次來到這個 蛤 的一個蛤蟆火鍋專門店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不要忘記一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人家記得開啟小鈴鐺 喜歡上線的影片才會再提點通知你喔 當然你也可以選到我的頻道 可以用這次的方式直接支持我 打開今天的頻道 就到這邊結束了 下次再見囉 Bye Bye 好飽